大家好,2019年十大保險業新聞 現在立行我的承諾,十大新聞,第十位 第十位電子理賠 現在很厲害,什麼都電子 理賠,文件,申請全部電子 以前只要筆,要筆,要筆,要研 現在不用了 我還記得03年SARS的時候 我們發明了一件事 因為大家都不想見對方 大家都戴了口罩 那怎麼辦呢? 唯有填了一份表之後 將那份表格Fax回公司 這樣也行得通 那時候很厲害 那時候真的是電子化 不過是電子Fax 現在不是了 現在所有東西 從頭到尾 填表開始 在iPad搞定 然後問你健康 在iPad搞定 認證 有些大陸人 旅客來香港投保的時候 要拍照 拍下左、拍下右 全部iPad搞定 到最終付錢 iPad搞定 搞定之後 怎麼辦? 投保 投保後 核保 核保後怎麼辦? 派保單 保單都在iPad搞定 一個戶口搞定 沒得頂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以前 那些表格只有四板子 從頭到尾 都只有四板子 講四字都只有四板子 但現在呢 又有F&A 客戶需要調查等等 全部都不是簡單的 田菜一拍 你回頭 找個客戶 你真的 慢慢找得到 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電腦會幫你直接 處理所有錯誤 不正確的事 立刻彈給你 學生 這裏這樣不行 那裏正好 再上去 我們核保同事 又不用捱 看我的字跡 很快就可以 在電腦上搞定 一句說實 出糧都在電腦上搞定 第九位 產品均一化 這個末日世紀 這個代理人的末日世紀 你怕不怕? 十幾二十年前 我入行的時候 每個人的名字 後面都有幾個英文字母 ABC CBE DDAE FFF BBC 諸如此類 少兩個就當你無料到 將卡片走一遍兩三遍 但是現在 你不要說這些 只要四個英文字母 只要是MDRT 四個英文字母 少一個 其實少一個不重要 少一個變成COT 或者TOT 更厲害 產品均一化 服務均一化 以及以前的專業個人化服務 是有分別的 以前 2000年開始 有MPF 大家覺得 中介人 自拍人 要越來越專業 每個客人 上奔招待 由他早中三代開始 每次一路問訊 然後寫下 剩下一本六七寸厚的報告書 給他 你以後的長過照片 就是這樣 每半年一年 見你一次 然後我和你研究一下 看醫生也沒有那麼誠心 以前就是這樣想的 這件事 一直都沒有發生過 直至最近這幾年 國內的訪客來香港很喜歡買保險 買完鮑魚 魚刺 袋袋 買完LV之後 買完手錶 就會買保險 他們有買 買這麼多的量很重要 所以 產品均一化 易賣 他就容易理解 交易成本便便宜了 他們覺得易賣 易理解 這件事很重要 保險公司的產品和服務 都是傾向均一化 第八位 fintech 有些人讀fintech 有些人讀financial tech financial tech financial tech 即是用科技 其實保險 或者財務界 金融界 用科技 即是源於流場 其實我做Lang的時候 很多在外國讀書 英國美國 做核子工程 火箭科技 回來香港 做什麼 做金融的modeling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有幾個 樂會獎得獎者 正常一間公司 很厲害 說到自己 後來不如倒閉了 身為金融的tech 一直都有用 不過以前是B2B 在商界裏面自己用 即是銀行裏面有用 我第一份工是做Money Broker 即是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借貸活動 那是金融的市場 後來也沒有做 那些公司聽說是全世界最大的Money Broker 英國公司 但是後來也沒有什麼生意 當然啦 大得丟 銀行和什麼銀行 以前就說只有兩個銀行 好像Money Broker 太小 現在開個電腦 100間銀行任你做 那FINTECH一路的發展 都是公司對公司 但是現在個個有什麼 手機 每個客人都有一個手機 所以這個FINTECH的進展 就是由公司或金融機構 直接去到客戶上面 客戶拿著手機 有什麼做不到 有什麼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做不到 第七位 第七位 國內的訪客大感 國內訪客大感 關什麼事? 我是保險A準 我又不是Travel Agent 少兩個客人好閒 但是呢 原來過去幾年 有個這樣的習慣 國內訪客很喜歡 你來香港的時候 買完Airway 買完螺子之後 又會去買份保險 買份保險 又存錢 投下資 然後又把銀聯卡出來 一滾 那就是很多錢 你明白嗎? 過去幾個月 香港就少了很多國內的入客 對不對? 我們去到九月的時候 訪客 投保的數量 根據我們保監的紀錄 就是少了28% 少了28% 也挺大劑的 你知道嗎? 少了20%的生意 少了20%的利潤 那我們的工作 就會磨碌很多 那我們的工作就會磨碌很多 那我們的工作就會磨碌很多 第六位 嘩!很厲害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香港保險和人職工會 成立什麼 呢? 原來 保險業是可以成立工會的 原來是這樣 我明白 這個就是一個網民添加下去 原來 成立工會是這樣的 只要你跟公司有七個員工以上 你就可以自願成立工會 成立工會很行 成立工會之後 登記了 原來可以在勞工界那裡 委任人選舉 要選什麼呢? 選勞工界代表 有些這樣的事 不過這樣 這個工會要運作起碼一年 才有資格登記 做這個勞工界選民 這個叫做 香港保險和人職工會 就剛剛好在一年之前成立 即是說2020年可能有機會 選立法會的工界代表 各位亦想參加這個會 可以去網易找他出來 同人職工會 第五位 第五位重要 第五位是什麼? 2019年獨立保安國成立了 9月23日開始有很多新的發題條件 其中一個就是 學歷的要求 由以前 只是中學畢業 即是讀完中學 改為中學畢業的DSE 中學民同士 有五科 二級以上 二級 二級即是以前的什麼? 我想是F吧 二級即是多少?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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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 三二 即A B C D E F 中學民同士有五科 是二級以上 其中包括中文或英文 數學 我想這個學歷要求都不是很高 不過聽說 如果你是香港畢業 就不是同事 或者是中學會考 OK的 有大學畢業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國內或其他地方 中學畢業 就不僅要證明你讀過 還要證明你讀過的科目 這個對某些地方的人畢業有點困難 所以如果那個人已經一早告訴你 他是大學畢業 請去學信網找找大學畢業的證據 這個案子去年都製造了一連串的風波 第四位 陳建波還是立法院的保險業代表 這是一個網民添加的 竟然有這麼多人投票 第四位 尊貴的陳建波議員 做了立法會代表這個保險界 都一段時間了 他任期去到2020年 他有60票那麼多 公司票來講都算很多 很多年前 即幾屆之前60票那麼多 沒有人跟他敬坐 自然一直做下去 尊貴的陳議員 他就在恆生銀行做起 年輕人開始做起 由低做起的人 我們是非常尊敬的 他退休時已經是助理總經理 恆生銀行 後來去了某某在報公司做高層 現在都很聰明 都算是人生的修成期 祝他在立法會和自己事物一帆封順 其實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新聞 新聞有兩個元素 第一是特別 日出日落的不算新聞 第二是有些價值才算新聞 大哥 這些理所當然 尊貴的陳建波議員 繼續代表保險界 不算新聞 需要DQ他嗎 沒有 第三位 第三位說生意 現在我們剛才說過有產品均一化 第三位就是延期年金的推出 政府幫我們賣廣告 告訴大家 大家要退休就要靠自己 不要靠政府 不過政府就提供一件事給你 叫延期年金 有一個underline asset 就賣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就賣給你 他有個法例要求 法例要求什麼呢 其實就是 如果你想把這個年期年金 作為新款稅或入息稅 報稅時候的免稅額 他額外提供六萬元一年的免稅額給你 有幾個條件 第一 這是政府提供的計劃 政府指定那個計劃才行 第二個不行 第二 你要公款起碼五年 第三 你拿錢的時候 拿錢的年稅起碼五十歲以後 記得要分期拿 不可以一次過拿 否則就不合資格 那你就有六萬元一年的免稅額 增加了 那你如果稅加多的話 四十多元稅 稅加也挺高 十幾二十個巴仙的 那二十個巴仙的話 六萬元也挺過癮的 也有萬多元 節省一萬多元一年稅 不過這樣 無論如何節省也好 不是限六萬元 記住 這個現期年金 就不同公司都有出的 每一間股心公司都可以選擇 出還是不出 當然是出 因為去年好像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這個國內遊客減少了 沒有這個現期年金 頂得頂 我想很多股心公司都不太高興 第二位 自現之保出台了 終於出台了 我們由哈佛大學報告書 一直讀到現在 1999年到現在 真的 衛生福利局局長也換了幾個 尺寸又來過 然後那個阿強哥沒有做 然後有一個 阿殷樂又去賣保險 真的換了幾個秘書長 換了幾個局長之後 才成立 由哈佛報告書開始 就是 自願醫保的目的 只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 買了保險之後 少些用公立醫院的資源 所以 自願醫保 第一 你自願買了 第二 你買了之後 麻煩你不要進來公立醫院了 要在私立醫院那裡 才能用到 第二 這件事 自願醫保 外國都用到 不過 就賠回香港價錢 第三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要買 你不買 都不要緊 因為公立醫院 一樣照保你的 那就叫自願 這個自願醫保 我覺得越來越像 我遲些會去另外拍一段視頻 越來越像 這個公屋 大家都有屋住 沒有屋是屋 有些人沒有屋都沒有 但不要緊 政府都會建建一間屋 叫公屋 指定規格 有些是歪形 有些是長形 指定規格的公屋 接著就找一個人 叫做陳兆史 衛生福利局局長 就是他去想 這個保險的內容是什麼 之後 大家 各大發展商 或者保險公司 去賣這件事 越來越像公屋 現在我們賣公屋 現在 第一位 保監局成立 政府部門成立 很大件事 保監局是獨立的 不是政府部門 是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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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說三次獨立 因為每一張保單 都獨立有個收費 這個收費每年都有些不同 因為頭幾年 他怕會嚇到你 所以漸進息 增加收費 每年由幾元開始 變成十元 十元到十二十元 其實最多一張保單 都是收幾十元 搞那麼多 一致過收就好 不要緊 你收少一點 我都很高興 現在每一張保單 有十萬八元的費用 是阿尼支持保監局 當然政府有另外付錢的 9月23號 去年2019年 已經開始了 保監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是甚麼 學歷 剛剛提及了 提升學歷 將所有三個發牌的機構 三個行業的自願機構 統一在一起 將發牌和檢管的功能 在一個獨立的保監局 一次過獨立 好東西 贊成 一流 保監局還有一個調查權力 如果調查權力 最高的罰則 你真的坐在一起 坐七年牢 就不是說你亂賣東西 或者無牌賣東西 而是你不配合保監局的調查 所以都是聽話 對吧 2019年 十大新聞 完勝 好 好 好 OK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一些好的片段 給大家看 多謝